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尔虞我诈的时代 好像人人都变得很积极 很努力 我们的社会不缺乏人才 所以我们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有所收获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即便我们再认真 若遇到风水问题的话 我们还是不能达到成功彼岸的 接下来 看一下家里出现哪些风水问题 说没有脏东西 一 房屋结构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太喜欢自己装修房子了 按照自己喜爱的装饰 可是却不知道 这里有很大的讲究 一不小心就犯了风水大忌 当你的房屋若是出现上层的面积大于下层的面积的时候 可能进来了脏东西 这脏东西时间久了 会让你产生抑郁的心情 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 二 猫狗不愿进房间 其实 出生不到三年的婴儿 眼睛是特别灵的 它们容易遇见脏东西 如果它们每次去到这个地方还哭的话 说明遇到了不好的 除了婴儿 猫狗的畜生也是有灵性的 无论你怎么敢 怎么引诱他们 它们都不会进的房间 那肯定是阴气太重了 这时候需要多看风水学方面的知识 找到解决方法 三 相继出现死亡 一个人去世 可能是自然现象 然而一个接着一个 而且都是同一家的人 那就说明是进脏东西了 从风水学上讲 这类玩意很容易招引魂魄了 而且等家里某个人去世后 阴气更会加重 这时候再不寻找办法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家 基本算是完了 自求多福吧 四 头昏脑胀 贪睡 如果有脏东西的话 就会让身边阴气很重 煞气很重 起初的时候会让它们贪睡 即便睡了很久 也感觉睡不够 它们不能控制自己 时间久了会让它们头昏脑胀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不自觉地说一些话 做一些事情 它们眼睛变得越来越阴沉 也会影响身边其他的人 五 接连遇到意外 有的人可能在路上遇到车祸等一些灾祸 但并不治人死命 说明你身边有脏东西存在 不过它们还没有想要伤害你 只是给你一个警示 若是年轻人遇到这种情况 还是多次发生的话 千万不要害怕 我们可以用平安符等一些风水物件把阴气消除 多去学一些风水方面的知识 努力并不累 累的是你怎么放到都没有好的结果 因此我们要时刻注意神秘的风水 一旦发现问题的话及时去处理 不要等到我们顺受它们的影响了 才去查阅收集细心点 在风水学中 家中的物品摆放 跟居住者的过方面运势 都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家中的摆设物不对 家中的风水也一定会受影响 那么什么东西不能放在家里呢 什么东西放在家里 会让家中的风水变差 还不知道的人 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一 动物头骨 很多餐厅就有这种动物头像做装饰 一般来说不建议用动物头骨 尤其是在家中 尽量不要摆放外形凶猛的摆件 这在风水上也属于煞气 二 树枝塑料做的皮修 石狮 还有很多用树枝塑料摆件模仿翡翠 还有各种质量跌裂的吉祥用品 比如假水晶 假翡翠玉石等 就不易放在客厅 先不说品味的问题 更主要的是风水也不好 三 石头 大自然的巧度天宫造就了很多神奇的石头 很多人觉得石头是天地之精华 一定吉祥之物 其实它和镜子一样属阴 家中不宜多放 四 室内池塘水 小池塘的水井是很雅枝的 但它们石器太重 不建议放在室内 尤其是那种向阳性不好的家居就不要放了 会增加阴湿之气 有风湿的人更不能放 五 来历不明的古董器物 很多中年人都喜欢到狗玩市场 讨很多来历不明的古董和器物放于家中 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 有的估计来自古墓 很多都是随主人下葬 你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携带了什么病毒细菌 是否还残留在上面 又或者是主人的灵魂还衣服在上面 想想多不干净 还不利于身体健康 六 枯木干花 家中的花草干枯就扔了吧 放着也没作用 不要增加房间的晦气 这样会增加枯萎衰败之气 七 长年不用的气无衣服 很多不穿不用的衣物 就不要一直压箱底 要及时清理 该送人的送人 该扔的就扔了吧 久久放置不穿的衣物 会散发着不好的信号 其实在清理家时 也实在清理心情 八 兵器 这种兵器一般属于凶器 尤其是那种古代上过战场的兵器 上面曾经可是占过很多鲜血 很有煞气 所以家中补一层放 如果是上一杯流传下来的 就放置在仓库什么的地方 九 凶猛绘画 风史上认为 凶猛动物很有煞气 所以尽量不要在墙上贴 或者画这样的画像 看着虎视眈眈的老虎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上文中提到的九种物品 最好是不要在家中摆放 已经摆放的人就得要拿下来 不然会影响家庭的各方面运势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 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